有聽到我很笨的感覺嗎? 唱著詩心裂肺的喔 好,那接著下來的時間呢 剛剛中場休息嘛 趁著樂手們,老師他們在拍攝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看聖誕樹上有寫了些什麼好了 可能有人可以幫我稍微 大家應該都沒有署名吧 好 來看一下喔 第一個 喔,第一個,他說 我們每天玩一個我們就給他一個掌聲鼓勵好不好 好,可以嗎?非常默契喔 第一個他說 希望可以考進自己要讀的大學 這好實際,所以很好喔 我那時候在唸大學的時候完全想說 唸個廣告戲好像不錯 結果現在站在這邊唱歌這樣 沒關係啦,反正立先開心就好 立先開心就好 好,下一個 喔,下一個叫做 希望新的一年 可以好好愛自己 對 這個 愛自己這件事情 就是 待會兒有一些歌曲我可以跟大家講到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個很重要 但是其實也是 是一個很難 一件很難的很難的事情 對 好 好 再來 喔,哇,這個好實力喔 他說 就算最後是浮雲也沒有關係 但我一定要去過那片天空 哇,這個好實力喔 我覺得說這個應該 有蠻大的機會會被我寫在 歌裡面的 對 雖然說它上面有署名 但我就不講 我就不講是誰了 好不好 哇,這個是五百隻作文喔 給新年的自己要加油 雖然離 歌手的夢想 逐漸遙遠 但我依然很熱愛舞台 只是上來的機會不多 希望 高二的我 明年不會再對未來感到迷茫 欸,給他一個掌聲鼓勵好不好 這個 以前啊 以前我 高中 也是剛剛站上鐵花村的舞台的時候 不小心 偷講一下立仙跟齊良的壞話好了 他們就跟我講說 他們一直不覺得 我可以把音樂當成一個 他們一直不希望我 把音樂當成 一件 可以讓我在 可能是生活 或者是長久追求的 一件 一個目標這樣 所以 我想跟他講說 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就是 你準備一個很好的表演 然後把你爸爸媽媽 帶到現場 請他們來看你表演 他們就可以知道 你現在做的這件事情 其實是你很熱愛的一件事情 對,我當初也是這樣 然後才說服他們兩個 好不好 所以 再給他一個掌聲鼓勵好不好 這邊還有可能 七十幾張號 我們晚一點再念好不好 好 這邊是可以 這邊是可以